詞 張宇貞 九層 第七十六 這個西班牙是 1626 年的時候 他就打下來 然後他為了要 他攻佔基隆之後 然後他需要的支援 但是因為他過程當中 他就搶了那些上面的那一些 那些原住民部落 所以人家根本不想跟他交易 所以你要跟人家合作 你就跟人家搶 人家大部分跟你交易 所以他就陷入困難 結果因為陷入困難 所以他就去跑去淡水那邊 然後就去攻擊 他就如果要拿這些資料 結果後來他就去打淡水那邊那個龜柔舍 打龜柔舍然後把人家打敗 打敗之後 然後就要求龜柔舍割讓土地 然後西班牙在那邊 他就建了聖多明歌城 然後之後這個三二年的時候 西班牙的船隻飄到宜蘭那邊 結果全部被格馬蘭族殺 所以那個時候他又報復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這樣就是誤會 我就殺你 其實人家過來這邊如果好好講 不一定會被殺死 但是總共就是被殺了 殺了之後然後他來報復 然後他殺了多少 然後結果他就摧毀了更多這樣 然後說這個就是荷蘭 然後西班牙就很快 西班牙就突然太快 這東西講完了 這個就是結束之後 1642年 他因為減少開支 然後結果後來這個荷蘭拿走 那西班牙1630年的時候 聖多明歌城 聖多明歌城在這邊 那 美國的部分 最早最早 其實就是那個培里 我們大家知道那個黑船 要求日本開港 不要再鎖國 那個培里將軍 他先去日本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繞到台灣這邊來 到台灣這邊來 他那時候就來畫圖 畫了三張圖 畫了一個福爾摩沙島的圖 然後基隆港的圖 然後基隆那一邊他有去測附近那邊有哪些煤礦 那他想說那時候我在基隆這邊如果有煤礦成立一個港區 然後可以用那個煤礦的話 這也是一個好地方 之後他要經歷那個 西太平洋這邊如果比較方便 然後1858年天津條約 這個大清熱 然後就是裡面就有一個把台灣就開港 那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 這個大清帝國就跟 美國 英國 俄國 還有法國 這四個國家就都簽了所謂的天津條約 然後裡面就是有開港就把台灣放進去 所以這一些國家在那個時候正式在台灣這邊成立港 就是在那個天津條約之後 那這地方寫台灣 實際上開了四個港 實際上開了四個港 一個淡水 然後一個就是安平 然後淡水 然後這是祖港 祖港淡水 然後另外一個是安平 然後另外還有兩個副港 一個副港是基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副港是高雄 那時候叫打狗 結果後來就是祖港後來都淤積 結果後來副港才反而運作比較好 然後1867年羅發號 那這個東西一樣 又是他們就是有人在這邊觸礁 然後後來被原住民殺死 然後這些人跑去那一邊 你看大清又一樣說發生生翻地帶 在非版圖內 非版圖喔 不是我的領土 那美國就說你根本就是 強實奪理 就是說在你那邊死的人 所以他就 你不處理那我來處理 跟日本一樣 所以他就自己派兵 結果派兵上來之後 結果又被原住民打敗 被原住民打敗 那你又自己打敗 那美國我自己沒什麼辦法 那我還是叫大清 叫大清押 所以大清就派他的那個流民燈 剛才前面有提到 就這個羅發號事件之後 大清派流民燈來台灣這邊 就後來九月的時候 美國的領事他想說不行 他告大清沒有辦法 他還是自己來好 所以美國領事他就自己 到台灣這邊來 從狼橋這邊 然後跟排灣族的頭目 叫那個桌七堵 直接跟他敲手 那時候就簽了什麼 南甲之謀 你說傳言蘇宏旗表示和平登岸 我要登岸我就要立宏旗 如果不立宏旗我就可以殺人 然後再來說不殺傳難者 要提供飲食飲水 送交郎橋的人道照顧 因為送到魂村之後 接下來就可能就是透過大清那邊就解決了 然後之後 這個再過兩年 然後李仙德跟佐錡篤 在中國海關稅務司滿山德的見證之下 他又來簽備忘錄 就是說再次重申南甲之謀的內容 確認 當然也是看說 你有沒有照規矩來 那英國這個其實 主要的經濟的部分來的話 就是從天津條約之後在這邊開港 那英國他這邊像他在打狗那邊 他就有領事館 那他就是這些 然後還有在淡水那邊他也是有 就是有那一種 他都是主要都是進行商務 然後法國 法國這家都很有趣 他的1783年 就是芝納帝國 我之前講芝納帝國 就是大清帝國 他這個台灣 我就要看大家看這個台灣 他台灣這個 又東邊那邊 他那個像狗咬的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就畫到山邊而已 他沒有東側 他這個圖就畫到山邊就結束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那個時候大清帝國 就法國來講 他所認識的大清明明 頂多就這樣子而已 你畫這個 其他地方的圖 他也沒有辦法畫 他也沒有辦法登上陸地去撤會風 所以他沒有辦法 也是原住民的關係 那一樣 這也是一樣是天津條約 那法國跟中國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中法戰爭 中法戰爭的時候 他曾經攻下基隆 佔石求嶺 月梅山 然後之後他有攻下澎湖 也有戰下澎湖 在中法戰爭的時候 然後1885年 其實中法戰爭是法國跟中國 為了越南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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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為了越南而打 然後但是 就一樣就是順便把台灣 幾個島站下來 幾個地方站下來 OK 澎湖 然後1885年6月的時候 越南執管 他說 死月一經彼此畫鴨 法軍立即奉命退出基隆 並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 畫鴨後一個月內 必當從台灣、澎湖全面退進 所以說這個時候 攻戰是純粹戰略上的東西 可是其實說實在話 因為那時候主要重點在越南 主要在越南 所以法國沒有說 你要給我割讓什麼 台灣什麼之類的那些 你知道說其實在中法戰爭結束之後 就是中國真的 開始真的很認真意識到台灣很重要 因為怎麼都來啊 美國也來 日本也來 法國也來 然後都是站這種港口什麼的 然後澎湖也站 對不對 那澎湖就是日本、法國 然後基隆對不對 然後基隆的話 像之前什麼西班牙、荷蘭對不對 所以他終於意識到這個重點 然後之後想要去經歸台灣 可是經歸沒多久 就假如戰爭了嗎 所以這是一定要到失去的時候 才知道真實 OK 好 這個 趕到這個地方就是講 我就超長超時 應該超很多 超時超待一個小時 因為東西其實很多啦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我跟大家說這一個 是在把台灣在1895年以前的歷史 進行一些濃縮 那其實這些歷史事件 單單這些歷史的內容 這些其實不見得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說其實這兩個人 我們主要是看的是說 台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他的這些外來政權 是怎麼樣來對待台灣的 那我們今天對照到 對照到今天的中華民國 在對台灣的時候 其實你在裡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影子 看到很多的影子 他所使用的策略 所使用的做法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就是 就是中華民國他至少 就是說 即使到目前為止 他所使用的那些策略 都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並沒有把台灣 當你自己的地方在運作 在經營 他用的這些策略 都是我們以前所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那些都是殖民者在做 殖民者在用的 而過去殖民者所用的 發揮很好效力的這一些 去瓦解地方 族群散抗力量的這一些策略 在今天都還是很有效果 所以我們看這個東西 要思考在未來 我們如果將來台灣 要成為自己的一個國家的時候 這個過去的這個歷史 應該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參考 謝謝